隋阳帝阳广在位14年 第一印象都是凶残暴君 荒淫无道 而且还很好似 然而 我们从其继承皇位前的表现来看 此人绝非是不识大体 不懂行政事务的公子哥 尤其是阳广军事打仗才能非常突出 是他灭臣朝抓住了臣后主 也是他后来平定了江南汉乱 北上击败了进发的突厥人 真可谓是战功赫赫 除此之外 隋阳帝阳广在位14年还干了三件大事 出足影响中国1400多年 著名的历史学者蒙曼 曾经评价隋阳帝时说过一段话 隋阳帝是大暴君 只是暴君不是昏君 隋阳帝虽然武德 但是有功 只是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 所以才会有微患无非民愿解 辉煌都是血模糊的说法 他没有处理好 功在当代 力在千秋的关系 反而成了罪在当代 力在千秋 这才是隋阳帝最大的问题 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了最重肯的评价 隋阳帝阳广 可能是历史上最憋屈的王国之君了 他在位期间让开王之治更上一个台阶 偏偏隋朝从顶盛到灭亡都经他之手 好似上汤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正如隋阳帝大业这个年号 他一生短短14年的皇帝生涯 还是颇有建树的 他开凿远阁 开拓疆土 经营西域 重开丝绸之路 奠定了大唐帝国繁荣兴旺的基础 但也正是由于他的急于秋成不体恤民力 耗尽了国力 加深了人民的痛苦 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隋阳帝尽管背负了诸多骂名 但仍不识为一代有为之君 大业十二年六百一十六年 由于隋阳帝的老年伤财 穷兵独武 天下纷争在起 两年后 于文化即发动兵变 杨广被叛军一杀 杨广御士的消息传道 洛阳 洛阳群臣拥立杨广之孙 豫王杨栋为帝 史称皇太主 杨栋追侍杨广为名皇帝 妙号氏族 隋氏族的称号 是当时杨家宗氏和屈指可数的大隋忠臣 表示 对杨广尊重与怀念 可惜到如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同年 李渊逼迫傀儡阳又缠让 建立唐朝 立即追侍杨广为梁皇帝 梁这个氏 号意思是废弃礼仪又疏远众人 号女自缘礼仪 荒废正事 行为放纵而精神摔皮 周书是法 去礼远中约阳 好类远礼约阳 好类戴政约阳 四行劳神约阳 唐朝把这个嗜好用在杨广身上 等于为他做了个好色无理 被信信义 欺压百姓的鉴定 可以说是唐朝给杨广戴上了个黑帽子 这一代就是一千多年 其实杨广在位的十四年间还干了三件事 为中国以后的一千四百年奠定了基础 政治上 现三省六部职 一直沿用至清末 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文化上 开科取士 让 寒门是怎能有出头之日 没他的话 唐代大师任孟娇 又怎能骑在高头大马上放声歌唱 春风得意马蹄吉 一日看尽长安花 经济上 开通大运河 贯通南北贸易 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 江都 渔航 卓郡等城市 很快繁荣起来 同时 大运河的开通 也对唐朝的发展 起到很大的贡献 以至唐人疲日修来到运河边时 看到滚滚波涛大发感慨 万艘龙隔绿丝间 再到扬州进不还 应是天交开遍水 一千云里地无山 或许是触景升行 他又想起那卫生的伟大 此不光荣的亡国之君 他又牵一声叹息 进到隋王魏子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如今 综观隋阳帝的功与过 隋阳帝虽报 但大有作为 作为现代人 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人物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一个朝代存在的时间长了 拿着个朝代就圣人辈出 因为挟使的都是本朝的使官 不是歌功颂德 而一个朝代 存在的时间短 那么大抵就没有一个好人了 因为挟使的都是他朝的使官 怎么会有好话呢 像司马迁这样的人 毕竟是不多的 我们差不多可以说 秦始皇做过的事 隋阳帝多半也做了 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 我们还可以说 隋阳帝做过的事 唐太宗多半也做了 但是唐太宗没有开通大运和影响后世百年 然而 秦始皇 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 隋阳帝却落了他万事唾骂的恶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